修德不阿之井 修井也是修德 这个井在古代非常的重要 那是用来喝水的 只有井里的水 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自来水 也都是从地下来的 只是现在没有平房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井水怎么打了 农村的当然懂 要学会饮水思源 不光是你一个人喝 这个井水是大家喝的 而且要节约用水 地下水也不是源源不断 你碰到洪涝的时候 那水自然多 干旱的时候 你该节约就来节约 其实水它也是刚刚好最好 你发达水 那个水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井的刮词 因为你迁居了 人走了 井还在 总还有人要来住的 有井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 同时呢 还有一层意味 可能说没水喝了 你才迁在居 所以呢 山还是山 人已不在 青山丽水 长流 所以源源不断的人 还会来到这儿 当然了 你这个 牵走了 因为没水喝 所以 你想要 拿瓶子 就是很小的 不是正规打水的工具去打 当然 不会激励 甚至 赔了瓶子 又没水 所以 这个时候 就在想办法 那也是老天给的 那么初六呢 说井啊 你看 出了不当位 可见不好 这个水呢 虽然说 阴的 有水 但是 最底下 都是污泥 都是淤泥 没法喝 也象征着 一个旧的井 没水 连 鸟 都不来喝 就是象征着 已经没有生气了 暂时 那九二呢 虽然中正 但是 也是既不相应 又不 当位 那总比 出酒要好一点 因为有出酒来承他 而且他在中位 但是呢 还是 这里面有好多的 小鱼小虾 你不是上来 这么喝的 而且呢 你打水啊 不可能水 打水的工具 放到最底下 只是在表面的 那么一两层 所以呢 也象征着 你这个打水的工具 你到了底下 说明你这个 铁桶啊 漏了 也渗出 小鱼小虾了 你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种情况 你打一打 不上来 也下不下去 所以九三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 水已经可以喝了 但是人们都认为啊 一开始都不行 到了这个时候就行了 心里都还有一层鸽膜 所以告诉你 你真正懂得相机的人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九四呢 一直不能喝怎么办呢 想办法修行 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九五呢 当然那时候 水也飘上来 那时候最好 上六告诉你 最后这个井水啊 不是你一个人 井盖不要盖上 给大家一起 重乐乐 一起来享受 到没有了